香港反送中风波越演越烈 传出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以究竟作证深圳 目的在于支持港府和警方采取果断措施 而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呢 深圳六日上午在保安区滨海广场 举行广东公安夏季大练兵深圳亮剑行动 有1.2万警力参加进行海陆空演习 过程中还出现对抗黑衣示威者的桥段 被外界认为演习是剑指香港 香港明报报导虽然深圳警方表示 行动是按广东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为了建国70周年做好安保而准备 但真的是这样吗 昨天的万人公安政报演习中 有一个环节是深圳特警支队 模拟以1500人警力 平息2000名示威者的群体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示威者们身穿黑衣 戴安全帽 口罩 手持棍棒 造型像极了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 根据演练的影片 这些示威者被称为暴徒 高举还窝洗汗钱 你住高楼大厦 我却度鸡无时的标语 似乎是一场工人讨薪的劳资纠纷 他们不断冲击警方阵线 更以铁马阵 丢砖头 投掷燃烧弹 或自制火焰车等方式攻击 对此警方举红旗警告 并发射催泪弹及出动警犬 盾牌阵防线不断往前推 最终包围示威者和逮捕带头者 平息骚乱 报导指出 在以往深圳发生的讨薪群体事件中 很少有投掷燃烧弹或自制火焰车 等冲击警方阵线的情况 再加上示威者的装扮和部分冲击手段 都和近期香港反送中抗争者的行为相似 另一方面 以前深圳警方的防暴演习 亦不曾有效仿香港警方 在过程中在每个行动步骤前都举其警告 因此外界认为 这次演练和目前的香港局势有关 随着港府难以收拾社会问题 日前更传出中国将派解放军介入的传言 而这回深圳亮剑行动让人不免猜疑 中共借此次演练警告 暗示中国公安有直接介入香港的可能性与能耐 深圳昨天举行万民公安参与的大型防暴演习 被认为是剑指香港 随着反送中抗争越演越烈 港府逐渐抵挡不住 有消息传出北京可能派驻港解放军介入 对此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警告北京 不要动用武力镇压香港活动 不要重演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 香港周一发起大规模罢工运动 造成路空交通堵塞 同时民众在全港七区集会 重申五大诉求 没想到警民冲突再度出现 美国之音报导 周二港澳办举行记者会说明 新闻发言人杨光称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并指控是有反中乱港人士 在背后指使这些激进示威者 警告他们玩活者必自焚 该来的惩罚终将到来 科顿认为北京的回应 是一种以武力解决香港抗疫的威胁 他说如果北京违反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的行动 美国将被迫重新评估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科顿并呼吁川普政府做好准备 包含停止与北京的贸易谈判 取消中共领导层及其家属的美国签证 减少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等等 以及修订香港政策法 即便美国国会两党支持香港 争取民主诉求的抗疫行动 但却也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 暴力流血冲突 作为动用武力平息事件的借口 8月1日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 陈道祥首度谴责香港近期的 极端暴力事件 引发外界对驻港部队派兵 镇压示威者可能性的猜测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日前更批评香港事件是美方的作品 并说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这也引起美方议员的不满 共和党参议员詹森表示 香港人是为了捍卫自由而起 美国并非抗疫活动的幕后者 中国应该要尊重 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但他也希望抗疫 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对美国之音说 即便赞扬香港人 捍卫自己人权所做的努力 但也对进行中的远景镇压行动 表示担忧 报导指出 周一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也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香港民众的抗疫 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也表示 3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 而30年来 他们不断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 威胁美国的安全 如果北京对香港进行镇压 美国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 外界普遍预期 中国已经准备好和美国打持久战 分析认为 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 却遇上香港反送中示威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习近平在这个关键时刻 想必更要保持他强大形象 可能没有余地 采取那些会削弱他铁腕形象的措施 包括在贸易战中向美方让步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为了准备面对长期的贸易摩擦 中国官员和官媒近几周持续抨击美国 包括指责美方煽动香港示威活动 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 中方一贯坚持立场就是 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还表示美方不必抱有幻想 被信弃义者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华尔街日报引述观察人士指出 中美之所以要打持久战 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要在建政70周年 关键时刻保持强人姿态 毕竟从去年开始 中国经济一直在持续放缓 官方公布的第二季经济增长率6.2% 是十几年来最低水平 贸易紧张也造成局势恶化 削弱出口动摇企业信心 与此同时香港反送中示威不断发酵 更上升到国际层面 北京时事评论员吴强表示 经济和香港方面的一系列危机 可能和中美贸易战共同发酵 演变成中共的重大管制危机 在习近平必须保持强烈民族主义者 和无所不能的形象之下 几乎不可以做出任何看似软弱的决定 然而人民大学教授石英宏表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双方没有机会达成公平协议 川普不但不愿意让步 甚至不断升级制裁 因此在中方也不让步前提下 只有打持久战的可能 中方期望透过关税损害美国经济 迫使华府让步 与美国比耐力 目前看来是北京的应对之策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 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 使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升温 而中国也不甘示弱 除了宣布将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 也不排除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 根据美国之音 在贸易战中农业一直是中方的首选武器 随着中国正式停止向美国采购农产品 美国农民失去最大客户 不仅让川普的连任之路备受挑战 恐怕也将错伤美国GDP 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主席杜瓦尔就表示 这项消息对成千上万 已经在艰难度日的农民和牧场主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时间轴往回推 从2009年至2017年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 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 2017年中国进口了195亿美元的农产品 主要是大豆 乳制品 高粱和猪肉 不过根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同比下跌20%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农业的专家 李明浩告诉美国之音说 作为人口最多收入成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未来将进口更多的农产品 但在贸易战中 美国农民付出的最大代价 就是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李明浩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如果取消所有贸易壁垒 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 有望增加至530亿美元 是2014年顶峰时期的两倍多 报导指出 尽管中国对飞机 机械 电子等高科技产品的 进口值比农产品大 但却是将农业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武器 原因是相比之下农业的可替代性更强 另一方面农业也是川普的敏感问题 2016年川普因为有中西部股物产区的摇摆州的支持 才足以获胜 也因此维持农民的支持 对川普而言是一项关键的政治目标 在5月谈判破裂以前 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坚持将加大农业采购纳入协议 川普周二在推特上向农民喊话 表示将保护美国农民免受中国禁令的伤害 他说农民知道中国没有能力伤害他们 因为总统与他们站在同一边 若有需要明年将会提供更多援助 事实上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一年多 川普政府一向农民发放了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金 今年5月白宫又推出了160亿美元的联邦援助计划 但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主席杜瓦尔表示 美国农民不可能永远依靠援助 他们更希望谈判代表能够尽快达成协议 美国之音指出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禁令将加大川普政府的压力 有专家认为如果贸易谈判如其在9月重启 在竞选压力下 川普可能会同意一份集中于农产品采购的协议 使得美方要求中国做出长期结构性改革的诉求再度落空 最近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反击人民币大幅贬值 中国人行副行长陈宇璐6号表示 美国的做法完全错误 新华社则指控美方霸凌本色表露无遗 可以确定的是贸易战延伸到货币战 汇率操纵标签已经让中美两国冲突升级 根据BBC中文网 针对人民币贬值中国人行强调 是由于经济形势变化与市场波动 汇率有升有降式常态 淡化破期对市场的冲击 美股道雄指数5号急速下跌超过700点 是2019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天 但可能受到中国人行表态影响 6号稳步回升 彭博评论作者史密斯指出 2001与2006年中国曾遭纵汇率 但美国当时没有把中国标签为汇率操纵国 到了2019年中国现状不符合汇率操纵定义 美国却加上这项标签 华府智库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希格尔表示 川普决定加税增加谈判筹码 刺激中国让货币贬值 在市场运作下 可能反而给北京更多谈判优势 迫使美方让步 与此同时 川普继续在推特上敲打中国 同时强调美国经济稳健 华盛顿邮报报导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 川普大权在握坚持己见 并指出白宫经济幕僚团队正在缩小 商务部长罗斯在对华政策的参与度不如以往 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多位幕僚 过去几个月也陆续离开白宫 而被认为是对华关税设计师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依然十分有影响力 他4号受访指出 中国贸易的其宗罪 包括盗窃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 窃取商业机密 货币操纵等等 并强调中国要停止这些不公平举动 两国才能休战 BBC记者指出 还是总统候选时的川普就曾表示 会把中国标签为汇率操纵国 事实上类似威胁在大选期间老生常谈 2012年与欧巴马竞争的罗姆尼也曾扬言 入主白宫第一天就会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这也是正在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桑德斯的长期主张 然而真正实践这项举措的美国总统 近25年来只有川普 虽说汇率操纵标签的实际及时影响有限 也没有高额伐帮伴随 但背后无形影响大 因为华府威胁提高关税 指控操纵汇率 必定会让北京解读为挑衅 迫使中国作出回应 两国相继祭出人民币破期 汇率操纵标签等超出关税的招数 显示双方都预期这场贸易战将旷日持久 而且争端将远超出贸易领域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日视察新型飞弹的试射 当地官媒报道 金正恩表示发射飞弹是对美韩联合军演提出警告 虽然目前美朝正为了非核化谈判 僵持不下 但朝鲜近来动作频频 近两周内持续试射疑似短程导弹 韩国军方指出 朝鲜昨天上午再度发射两枚疑似短程弹道 飞弹的发射体 之后坠落在朝鲜东部海域 自由时报引述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 金正恩视察的新战术导向飞弹试射 准确命中在东部海岸的目标 金正恩对试射计划也表达满意与赞赏 同时指出这项军事行动 正式针对美韩正在进行的军演 发出适当警告 针对美韩军演 朝鲜早在7月就大表不满 之后在7月27日 31日分别发射两枚飞弹 8月2号凌晨也向日本海发射飞弹 韩联社7号更报道 朝鲜日前发射的飞行器 被核实为朝鲜版伊斯坎德尔导弹 传家认为这个新型导弹进入可实战部署阶段 低高度精确打击能力再次得到印证 引发对美韩防御系统出现漏洞的疑虑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焦点 带您来看柯文哲创民众党蓝绿通吃吗 有分析认为民众党恐怕会变成 一人政党之分析报道 根据ET Today指出 台北市长柯文哲 讲了好久的组党 终于在8月6号生日当天化作现实 延续从政初中 效仿蒋渭水成立台湾民众党 期盼可以在新时代发芽 但是热热闹闹的创党大会结束之后 仍然有许多问题等待柯文哲解决 首先是没钱没人 手中的资源也很有限 却在此刻组党民众党 无非就是禁止2020国会立委席次 但是从创党大会出席人员来看 撇除亲近幕僚不说 当中有不少都是市府官员 甚至还被发现连随护都在名单之中 除了引来凑人头的质疑之外 也确实可以看出柯文哲身边缺乏人才的问题 创党大会上可以看见粉丝 勇跃索取入党同意书 证明柯文哲自身的魅力仍然有一定的实力 这些粉丝虽然都是重要的后盾 但是距离实际战力仍然有所不及 迎接人才的同时也需要提防吸引到的是三教九流 能否吸引到真正的战将 都是柯文哲与民众党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民众党允许双重党籍 就是希望借此广纳更多人才 拉拢主流大党到边缘第三势力等等各阵营合作 颇有蓝绿通吃的算盘 也是最快速解决人才短缺的方法 法广指出 以批评柯文哲著称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对媒体表示 柯文哲成立柔性政党 容许双重党籍 但是愿意入党的将少之又少 加入党籍可不是在网络留言可以到处跑 王世坚说 柯文哲自己没有忠心思想就算了 别认为选民都跟他一样 政党只要临念与民众契合 再刚性要拒名缴党费 限制党籍只能够一个 仍然还是会有人来 反之再柔性也没人去 不过法广也指出允许双重党籍 不少分析认为 这绝对可以为郭台铭与王金平两人解套 也就是没有退出国民党参选的道德难题 同样的在立委提名方面 已有利于争取远蔡有科的绿营立委合作 打击民进党新潮流派系的势力 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台湾网媒上报评估 阻党之后几乎确定 柯文哲不会直接投入总统大选 将以政党领导人身份 支持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角逐总统大位 因为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氛围 提供了柯文哲合纵连横的最佳时机 因此与其亲自出马选总统 不如先累积政治资本 以避免被边缘化 并且将其极大化 而根据多家民调显示 从代表国民党出征的高雄市市长 韩国瑜目前的支持结构来看 要持续扩大群众基础与板块 有其难度 尤其是在年轻人与高学历中间选民这部分 因此柯文哲与郭台铭 王金平之间 可能产生的新组合 扩张力显然更有弹性 对于蓝银选民也将更有分化的效应 再来是民众党的资金部分 根据e-t today指出 柯文哲或许可以轻松借由网络募款获得 同时也可以再一次向对手示威宣示存在感 但是筹组政党毕竟非一次性选举 人事党务运作未来投入选战 也需要大笔经费等等 都是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支出 就算是号称已经找出便宜选举方法的柯文哲 营运政党所需要的资金数字之庞大 绝非单靠网友斗内可以支撑 只是人才资金再怎么不济 都可以靠策略时间来解决 人才可以因为柯文哲而聚集 资金可以用柯文哲的魅力寻求 民众党最大问题恐怕在于一人政党 也就是全党仰赖柯文哲一人 ETL指出柯启生柯孝王终将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先有柯P认同卡的潜力 柯文哲可以保自身无碍 但是能否顾及旁人呢 如果还是无法解决 民众党恐怕也将是台湾政党如过江之际的小党之一 可以幕僚坦言 要讲民众党是不是一人政党或许言之过早 但是创党初期焦点难免还是在柯文哲身上 不过今天民众党的价值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清廉情政爱民是执政者的基本 所以不必担心民众党会变成一人政党 幕僚说透过健全透明的机制 让民众党有所依规 依法不依人 而且党对自身严格检视 海纳人才并且包容各种旗舰 一步一步从小地方着手 才有办法让民众党不再只是对柯文哲一人的歌功颂德 中央社报道指出柯文哲昨天下午接受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主持人邱明韵专访的时候表示 进军国会是阻挡目标之一 其中部分区立委将是主力 以专业人士为主 立法院需要能够专业探讨问题的人 他说部分区立委名单将提好提满34席 本来就是要有征战天下的决心 会接受外界推荐 而顺位较后面者 可以先当立委办公室主任或助理 再慢慢地补 柯文哲说做事要有长期规划 区域立委选战只是尽力而为 用途仅有两种 一种是选上 一种是让他人落选 柯文哲又表示 时代力量在2016年立委选举的时候 只提六席不分区就是战略错误 导致时代籍立委高路移用 巴吉拉一旦被开除党籍 实力立法院党团就面临瓦解危机 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明镜交点徐伟林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